謝謝 那個彰化縣政府 謝謝主席 我幾點發言 第一點 我對前面環保團體的發言 表示尊敬的意思 這個經濟發展跟環保 我認為是可以併存的 所以這個有關環境保護的部分 我們彰化縣政府也一直非常關心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台灣西部各縣市除了彰化縣以外 所有縣市都有科學園區 目前只有彰化縣沒有 所以就像我們剛剛二林正正常談到的 那現在這個彰化縣民有130萬 但是外移的彰化縣民有300萬 如果彰化縣的農業能夠維持這些產業的發展 我們的人民會樂意留下來 但是很不幸現在沒有 現在我們南彰化的很多學校 小學 一到六年級全校加起來 很多都不到100個學生 四十幾個全校 四十幾個學生都有 所以外流非常非常嚴重 那是因為農業目前 農業被污染了 幾乎已經沒有在這個年輕人再加入 休耕的農業彰化縣第一期 第二期這個水稻休耕的部分加起來 1萬多公頃 如果是說這個能… 污染 那哪裡是污染 你到那邊看一下 如果是說農業能夠吸引就業 能夠留住年輕人 他們早就留下來了 這是因為污染 好 接下來 第三個 所以我們經濟的發展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彰化縣政府在這裡跟這個大家 這個我們嚴正的這個表示 我們非常歡迎東科四企在彰化縣設 而且我們還希望加速的來開發 這個對我們彰化整體的經濟 還有就業 年輕人的出路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剛剛這位談到的 對這個空氣污染的部分 我非常佩服 您的一些數據還長期的監測 我感覺到這個很重要 但是我必須要表示一點意見 彰化縣如果空氣有污染 有兩大污染源 您一定清楚 一個來自六清 一個來自台中火力發展廠 沒有一個是在彰化縣的 你不能拿別的地方的污染來懲罰彰化縣 彰化縣沒有必要承擔別人的問題 所以這在更加污染嗎 不是啊 這個中科四企二林園區是精密機械產業 它並不是高污染 它是低污染 現在而且調整了之後 目前是低污染 低用水 低耗能 這個在台灣以及各科學園區裡面 是最好的選擇了 如果連我們中科四企二林園區都不要的話 我請問台灣將來的經濟要怎麼樣 我們請問台灣未來的年輕人的出路在哪裡 我等一下回覆你這個問題 好 謝謝 好 接著我們檢委員 因為檢委員等一下就先表示一件 好 那個主席 委會的委員 那麼還有開花單位 大家好 我今天要趕快在這個時間 因為剛好在這個有些事情 我想第一個一件 因為國會所主導的這個科學園區 我們期望能夠真正落取 它的一個科學園區當初設定的一個標準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要朝著這個科學園區的這樣一個標準 區域的導引的話 我是覺得基本上應該可以適度的降低 一般民眾對於這種科學園區的影響 那目前就是變更以後 那麼同樣的結論裡面 那麼大概談到 那麼未來這個用水量 還有這個放流量 還有VOC的排放量 那麼都有一些降低 但是我就要問國科學費 那麼如何確保你未來在這個操作過程當中 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疫情的目標 應該有一些進行的操作的一個模式 那麼把它表達出來 那麼同時對於環境總量的關子 以及雖然剛才有兩個方案的一個比較 就是說我們就有節水機跟這個佐水區的排放 那麼以及佐水區的跟這個連排放 那麼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假如你真的沒辦法做到完全的連排放 那也應該有個進體的承諾的回收水 再利用的一個比例 那麼這個比例應該把它試穿出來 那麼當作後續經營管理的一個主要的依據 那麼這樣才能真正落許 大家對於這種所謂的 以永續發展的偉言 這次下來如何操作這個低碳科學延續 那麼的一個目標賣行 這是大概我第一個的建議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本次的變更 它的匯水的排放 那麼經過剛才的簡報以及書面的資料 大概人士以佐水區方案為最佳科學方案 那這個部分就是三級處理外 那麼它透過人工師弟 那麼跟這個排放管 那麼排放到適當的地區 那麼這邊大概就要請補充說明 在暴飲食 那麼以及這個鍋水區的時候 那麼它的一個實際上的一個操作方式 那麼特別是在排放管這個部分 也就需要思考看看評估 就是在極端的降雨表現之下 這個排放管的這個安全的監測 或者是緊急的應變的相關的措施 因為它管線這麼長 然後來減緩它對排放 對環境的這個風險的一個衝擊 這個大概是第二個 第三個基本上就是 未來可能會引進不同的產業類型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再說明一下 那麼尤其現在的這個 紀錄計劃的第二次風門選討也正在進行 所以它的這個土地的使用的需求 跟它的經濟的效率的分析 那麼也能夠在這個土地的使用強度 有個前後的對照 那麼假如你的土地的需求 可能沒有過去的這個需求那麼大的時候 那麼你的空間的這個使用 也應該提出一個配套的這樣的一個計劃 那麼出來 這是第三個 那麼第四個大概就是關於那個人風濕地的部分 那麼目前大概就是把它調整到這個公頃以上 那麼也要請說明一下 那麼這樣一個調整以後 那麼是不是能夠滿足 那麼在氣候變天的情況之下 那麼它的一個需求 關於它的需求 然後來降低 那麼或者它實際上濃合需求的操作 來降低它對風險的 來這樣的一個分析跟管理的需求的必要性 那假如你不夠的話 我是建議那個人工失利的部分 因為你對於生態氣力的補償 是可以還會一些效果的 所以適當的維持 那麼是有些必要性的 所以假如你可以再進一步來 那麼再做這方面的補充 那麼來做處理 也許它的最小規模 也許可以從一公頃再往上調整 那麼到適當的規模 經過你續算以後 以上大概就有四個意見 那麼提供給主席 那麼多參考 謝謝 接著我們回來 經濟部工業級代表